你一个人落魄地坐在便利店旁 雨下得很大 却不肯挪动脚步 这几天的遭遇 用一句话就可以简单概括 失业失恋 失去父母 双眼无神窝向远处的高楼大厦 如此繁华的城市 却容不下你这么一个人 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这时 旁边有人递过来一包泡面 抬头一看 是一个打着伞的少女 扯没一会儿 你问 给我这个做什么 看了你足足鸡苗 她的小声说 饿肚子会难受的 你下意识结果 笑了一声 现在很晚了 赶紧回家吧 家人会担心你的 少女又看了你一眼 撑着伞转身离开 你自嘲 没想到 居然会有陌生人关心我 还是个那么漂亮的女孩子 站起身准备离开 可却看到不远处 有两个男人一左一右 把那把雨伞夹到中间 不得拉扯 哎呀 反正都十二点了 就去酒吧玩玩呗 看你的样子 也不是很想回家吧 小妹妹 被两个人推着走 范雅柔有点不知所措 因为害怕 此时连声音都发不出来 其中一人 甚至胆子大了 往脸上摸 下一秒 啪的一声 一圈过来 小流氓背下 走不在地 连个同伙都看呆了 明明 我告诉你 你敢打我兄弟 你把少女拉到身后 又是一脚 老子连你快打 踹完 拉着手腕就跑 十分钟后 两人到了一个公交车站旁 气喘吁吁的停下 你赶看笑笑 没事了 你家在哪呢 我送你回去吧 范雅柔点了头 伸手指着指 马路对面的一个老旧小区 送到门口 你停下来脚步 回去吧 别让父母担心了 可这时 上去伸出手 拉拉拉你的衣角 昏暗的灯光下 看着有点像被遗迹的小动物 你叹了口气 好吧 我送你上去 可当来到楼上 打开房门后 才意识到了不对劲 空气中 又淡淡的霉味 地上散着各种 瓶瓶罐罐 只和内衣 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 刚想转头跟他说话 却发现 对方已经双手 提着衣服往上拉 露出光滑的 没有一丝坠肉的小妇 等一下 你干嘛 一耳朵疑惑了 小声说 洗澡啊 那你不应该 是要在浴室换衣服吗 可我 一直都是这样换的呀 你捂着脸 难道你爸妈在家的时候 也会这么换衣服吗 少女看了你好一会儿 他垂下眼睛说了一句 我 我没有父母 对不起 憋了半天 你说了一句 抱歉 少女歪头 为什么要道歉 你做错什么了吗 你咳嗽两声 先洗澡吧 不然你就要感冒了 范雅柔拉拉拉 你湿漉漉的衣服 你怎么不脱呢 你太好气 因为我是男生 而且洗澡只能一个人洗 到这时你发现了 眼前这个女孩子 有一点点不正常 准确来说 是没有常识 他这回才点了点头 自己去洗澡了 很快 哗嗓声响起 你在外面做了发呆 过了一会儿 浴室门打开 雅柔拿着衣服走了出来 你立刻起身 你先把衣服穿好再出来 哦 他默默看了眼 手里湿漉漉的衣服 伸手就要穿上 等等 伸手制止 不是穿湿衣服 你要换这衣服在哪里 少女只来只问她的阳台 你走过去一看赏了眼 清衣色都是校服 连些宽松的T恤都看不到 伸手摸了一下 还都是湿的 好在还有一条干的浴巾 扯下来 走到她身边递过去 先围起来 围起来 范雅柔把自己下半身包住 上面腰位 哦 折腾了好一会儿 微筋阻散上身 平复好心情啊 你又看到雅柔在晾衣服 那些换下来的衣物 挂在杆子上 滴下来的水 就跟瀑布一样夸张 得了 难怪前面 没几件衣服是干的 叹了口气 走过去 把那几件衣服都取了下来 统统拧干 姑娘 你需要学习一下尝试了 想一个人好好生活下去 这样是不行的 雅柔只是看着你 没有说话 你挠到头 算了算了 我自己都过得一地鸡毛 有啥资格说别人呢 好了 小妹妹我该走了 记得 下次不要带我这样的 陌生男人回家 很危险 转身就走 可下一秒 一脚就被少女拉住 一楼小声问 为什么要走呢 你笑了 因为我要去挣钱 没有钱 在这个世界是活不下去的 只可惜 没有富婆可以包养我 不然 我可以少奋斗三十年 包养是什么 你想了想 包养 就是给对方钱 养着他 哦 雅柔默松开手 转身回房间去了 你也没注意 走了门口 准备离开的时候 事后就传来了 跌跌撞撞的声音 愣了一下回过头 直接少女的怀里 抱着一打后后的钞票 钱 我 我包养你 他走得太急 不小心划了一跤 跌到你怀里 感受到温人出感 你脑子懵了 这少说 有个十来万现金啊 头疼了 扶着他坐好 等等 一个漂亮女孩独肌 家里还有这么多现金 完全不可想象 这些事 如果被有些人知道 会做出什么危险的事情 金山警戒宁问 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呢 雅柔想了想 妈妈给的 然后接着补了一句 这些钱不够包养吗 我 还有很多 你沉默了 几十秒后 看着少女精致的脸蛋 或许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在这个朦胧的渔业 你被这样一个 毫无常识的女孩 见回了家 想了想 抽出一张钞票 既然如此 那这段时间 我就待在这里吧 直到我们的关系结束为止 嗯 你叫什么 范雅柔 妖族的雅 雨滴的柔 嗯 我叫肖凡 优名的肖 摩地的凡 就这样 一段奇妙的缘分开始了 第二天天刚亮 你就把整个房子都收拾了一下 想了想了 又顺带着 把地上的内衣也都给洗了 看到整间的屋子 心里才踏实一点 早起出门 简单买了点 鸡蛋 番茄之类的蔬菜 但在回家进门之前 却闻到锁孔传出了 淡淡铁锈味 仔细一看 有液体的痕迹 顺着锁孔一路往下 就好像 有什么人故意往里面灌东西 开门的时候喊了声 范雅柔同学 你起床了吗 可以进门 就愣住了 这些少女 躺在沙发上毫无血色 连门过去抓着肩膀 推了推 都没回应 不行 乐打机就听话了 刚准备拿起手机 去看到少女清澈的眼眸 就这么愣着七八秒 一只哭声 从小腹传了出来 小凡 我 好饿 你叹气 怎么会有人 把自己给个晕的呀 昨天没吃东西吗 他想了想 泡面 给你了 你好尴尬 那怎么不出去吃点 外面有早餐呗呀 钥匙 找不到了 你下一世 摸了摸口袋 很明显 带走钥匙的最快活手 在这里 好吧 我的错 等我一下 很快就有的吃了 吃完 走进厨房 饭菜很快做好 一碗 西红柿鸡蛋面 雅肉吃得很快 看他那么饿 你把自己那份也让了过去 好家伙 那么大饭量 看少女的腹部 发现依旧平坦如初 这家伙 难道是卡比少转式 雅肉注意的目光 便把衣服往上拉 露出光鞋的小腹 你要看 这个 没有没有 联盟帮他把衣服拉下来 下次不许这样了 尤其是在男生面前 到了下午 你带雅肉去小区附近的服装店卖点衣服 店老板大妈奇怪盯着你 你是这个小姑娘什么人 看大妈似乎认识雅肉的样子 你也实在是说不出被包养的话 呃 我不是他什么人 真要算的话 算是照顾他的人吧 大妈叹口气 你这小伙 应该是社区派来的吧 这小姑娘 也是个可怜人 因为精神不正常 所以被他妈 一直关在阁楼里 哑了半年 话说一半 就闭上嘴不说了 因为雅肉 出现在了你身后 微微歪着脑袋 递出一条白色连衣裙 这个好看 你摸摸头 这面料的确不错 穿得很舒服 真是更衣室 喜欢上看看吗 雅肉看了看黑漆漆的隔间 为什么去那里 一旁的大妈探了探手 意思是 我就说嘛 你却很有耐心 我不是说了吗 换衣服是不能给别人看的 所以你要去那里换 趁他离开的时候 大妈继续八卦 听他妈妈说啊 这姑娘还有暴力倾向 半夜 会拿菜刀乱砍人 很可怕的 为了怕他不想一伤害到别人 他妈就把姑娘关了起来 你要当心点哦 你又问 那他母亲呢 不知道 听说是受不了精神病女儿的折磨 就跟着别的男人跑了 了解完这些 你却皱起眉 范雅柔 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还是说 他母亲以精神病的名义 关了女儿八年 付钱的时候 衣服没有标价 又和老板杀了一口价 回去路上 你就在叮嘱 记住 买东西的时候 要分辨对方是不是在坑你 尤其是 没有明码标价的东西 少女思动非等 突然问了句 包养你是买的一种吗 那买你要多少钱 你有点无奈 神不能交易 可少女接下来平静的一句话 却让你屌不一顿 可是 我妈妈曾经说过 希望把我卖出去 一愣了好几秒 提出一丝微笑 你母亲只是在开玩笑 吓傻你的 是吗 是呀 晚上有没有什么想吃的东西呢 他下意识回答到 泡面 不行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给我把话好好记在心上 雅柔虽然不太明白 但你做的面很好吃 乖巧点头 忽然 注意到一旁路过的母女 年轻母亲 牵着女儿的小手逛街 两人都笑得很开心 这种一辈子 都不会输给时间的感情 对少女来说 却无比陌生 直到他们走远 要是再缓缓看向你 小声问了句 我可以牵你的手吗 你摸摸拉起 肩掌心的温度传递过去 晚上想吃什么 泡面 都说了不行了 哦 周围人很多 两人挨在一起 并没有过多复杂的心情 只是在不冷的下午时分 互相一段 回家之前 你又买了不少洗鱼上用品 所以晚上洗澡的时候 就又出现了 尴尬的一幕 洗澡的范亚柔 从浴室跌跌撞撞跑了出来 纤细的身材 隐藏在泡沫中 小凡 这些泡泡洗不掉 你头疼 把一脸呆梦的少女推回去 拿了一条小凳子 来坐下 拿起花杂 一边憋过头 一边帮她冲后背 但还是偶尔能瞥见 少女光洁的后背 和些许无边 重洗干净后 亚柔注意到你被打湿 裤子湿了 我帮你 等会儿 过里一会儿 套上衣服的亚柔 被丢出浴室 鸭子坐在地上 少女眨不了下美眸 这是生气了 很快你也洗完澡出来了 亚柔扬着小脸问 你是不是受伤了 没有吧 你愣住了 怎么突然这么问 我看你受伤的地方 都肿起来了 那不是受伤 行 来 先吹头发吧 把少女拉起来 因为在地上坐太久 可有点发麻 亚柔直接跌到你怀里 一下子摟着对方腰肢 有点尴尬 没事吧 她身上体相混合着 沐浴露的香气 跟山茶花似的 很好闻 亚柔却把脸蛋 贴到你怀里 舒服地眯洗眼睛 好暖和 你也只能无奈笑着笑 用手掌 轻轻抚摸对方的后脑勺 这孩子 估计是太缺爱了 一时间 你也不知道自己 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 父亲 还是母亲 过了一会儿 你让她坐好 拿来吹风机 亚柔对这个东西很陌生 平时啊 她很多时候 甚至头发伸入路 就睡着了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总是被人 用一种古怪眼神注视 你好臭啊 衣服真的有晒干吗 这是她经常在学校里 能听到的话 她身后吹风筒 响起了那一刻 暖风从耳边 震着扶过 亚柔突然觉得 自己的生活 似乎真的不一样了 她很喜欢 过了个八小时 夜逐渐深了 你在客厅 铺好自己的地铺 却发现 范亚柔一直在那旁边 怀里还抱着个枕头 没说话 只是那双 弹水丝的美眸 一直跟着你的动作移动 一试探到 你想要一起睡 少女姐点头 不行 赶紧回房间休息 她是要抱着枕头 回到自己的房间 一探口戏 真是个粘人的家伙 心里想着 躺下睡觉了 熄灯后 你思考着以后的打算 以及和范亚柔的相处模式 睡意朦胧中 逐渐进入梦乡 第二天一早 是被窗外的鸟鸣声吵醒的 打了个哈欠 正准备起身的时候 却只感觉 肩脚处 有些许重量和温度 以及细不可温的呼吸声 一转头 发现一张白衣蜥 透着粉红的脸颊 静下咫尺 似乎正在熟睡 少女并不在地铺 而是躺在了一旁的地砖上 华丽不在枕头 似乎因为正味的寒凉 蜷缩的身体 脸蛋在这靠在你肩膀 想要温暖 却又不敢 太过靠近 和了一会儿 她睁开眼 你问 怎么躺在我旁边睡着了 范亚柔半张脸蛋 藏在枕头下面 我 我没跟你一起睡 我睡在地板上 你声音提高了个八度 你这个就算没睡地铺上 也算睡我旁边了吧 而且你这样会着凉的 要揉一点手足不错 过了好几秒 再低下头 对 对不起 你叹气 我是在担心你感冒着凉 而且 就算跟我一起睡 也不能睡地板上 懂了吗 还不如就在地铺上跟我睡 少女抬头 所以 可以一起睡 你是真的无语啊 行了 走吧 先去幸福 我在你身后 静膀 直到我睫毛 轻刷着你 脸颊 直到你的头 就吻到我 肠房 这想法 只需要你 句话 你头疼了 首先要做的 就是让这孩子 进入正常的 现代化生活节奏中 想起他之前 拿出那大碟钞票 就感觉不太安全 问了一句 你有多少现金 还有 不许在客厅里光溜溜 反而无故眨了眨眼 把刚准备脱的裙子放下了 不一会儿 他脱了个一箱子 打开后你都傻眼了 里面满满的 都是一大大的钞票 初步估算了下 最起码数百万 还是全部存起来吧 留在家里太危险 他乖巧点头 把箱子推过来 全部都给你 你叹了口气 你已经无法 我把钱全都拿走 然后不回来了 少女歪来歪头 你会吗 行了行了 真是败给你了 随后 你找到好像既有冷风 他是某大银行的客户经理 他人也傻了 你哪来那么多钱 在说明你真正的情况后 他翻了个白眼 你去别人家寄宿 干嘛不来我家 轻点了下现金 一共存了 611万4514 办完后 他想起来个事 对了 我妹让他开车赶过来 你手一抖 他怎么知道 刚才你来之前 我跟他说的呀 他警告过我 只要再有你的消息 就要第一时间统治他 得了 我得先走了 接着你打车离开后 没几分钟 一辆粉色保持鞋 开到银行门口 一个少女走下来 冷风 肖凡呢 他愣了下 你来这么快 还有穿高跟鞋 开手鬼法道 少女一把叫做伊林 你管我 我的肖凡呢 冷风买点苦涩 我 我不到啊 还有 你之前不是对肖凡 爱他不理的吗 怎么人一分手 你就跟花痴一样 一个暴力敲上去 你说谁花痴呢 我那是在别人谈恋爱的时候 保持距离 你懂个锤子 行了 把他新手记号给我 冷风无奈 自己妹妹 什么使用 但这个丫头 似乎依旧把握不好 跟别人相处的距离 整个人几乎还贴在你身上 温热时爱慕 隔着担保一发挨着 只能不断皮肤心情 显得无视 然后继续教学 手机对少女来说很新奇 一时间 有点爱不失手 看到这一幕 你忍不住笑了笑 但随即 身旁就传来了一声咔嚓 原来是范亚柔 不知道什么时候 按了个自拍 还把你们都拍了进去 你有点尴尬 删了吧 这张没拍好 可少女却捂着手机摇头 不要 为什么 想要 好吧 你起身去做饭 饭儿也像个跟屁虫一样 来到厨房 我先教你拨算 演示了一下 他很快学会 虽然有点笨手笨脚吧 但很快拨了不少成品 看着自己 沾满算质的手指 下意识放在嘴里含着 下一秒 便被辣得吐出舌头 你忍不住笑声 深算的味道 还是比较刺激的 下次不要随便 把手指放进嘴里 看你算得那么欢 他感觉好像 嘴里也没有那么辣了 此时夕阳的余晖 透过厨房窗台 把两个人的影子 拖得很长 直到镜头 出合在一起 宛如相拥 等到了晚上 饭儿人一个人 站在阳台上看月亮 看了很久 他忽然想到个问题 有人说 人死后 就会去月亮上面 我们也一样吗 议论了一下 没有相关的说法 但也不代表 不可能吧 他忽然问 那如果我死了 还能见到你吗 你摸摸头 会的啦 好了 明天还要上学 该睡觉了 范亚柔回到房间 不一会儿 又抱着自己的枕头出来 烟巴巴望着你 你叹气 你会感冒的啊 少女却小声说 早上 你说可以一起睡 你头疼了 男女间 不可以那么亲密 除非是情侣 或者夫妻 那我们是情侣吗 不是不是 那我们是夫妻啦 那更不可能啦 宠物女还挖着脑袋 可你早上说 可以一起睡 难道我们 不是夫妻或者情侣吗 得了 给你CPU干烧了 遮着地铺 睡这里 不要再睡地板了 两人安在一起 范亚柔睁大大的眼睛 看着你 你问 怎么了 我们是夫妻吗 行 睡觉睡觉 明明有床 两人却睡在地铺上 鼻尖闻着 不是飘过来的 沐浴露的味道 你开始思索 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从范亚柔的 直言片语中 你肯定 她在学校里 也受了不少欺负 如果她不能独立起来 那么接下来几年 在学校的日子 肯定也不会好过 正打算 闭着睡觉的时候 门马首那却 传了细微 却突兀的响声 猛然整开双眼 回想起之前 门锁被关怀需要记的事 踮着脚 从门口靠近 一边打开手机摄像 一边猛然开门 一个戴着口罩的男人 此时站在门外 看到门后 不是那个掌妹摸脚的女孩后 面前一扔 随后转头就跑 你动都更快 抓住对方伊林 一下摔在地上 犯人摁死 抓贼啊 都来人抓贼了 很快 周围就围了一批人 把犯人困起来后 还发现他带了工具包 里面有摄像机 扳手 困身 套等一系列工具 面色一寒 一巴掌过去 入室猥亵是吧 我看 你是不想活了 你都不敢想象 范雅如如果真的一个人在家 究竟会发生什么 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 总是有人折磨自己 这时有灵气认出来了 这不是住703的个小伙吗 一旦同时 一个大妈也冲了进来 这 这是我儿子 你们抓错人了 他很乖的 学习成绩很好 一定是误会 你们干嘛帮我儿子 快松开 说着就冲过来推开你 跟你铁塔一样 懂得不懂 再废话 我就把你一起绑了 这时候 被绑的男生大喊 不是我 我只是路过这里 他就不分青红皂白 把我打了一顿 还叫人把我绑起来 大妈洋洋得意 听到没给我解放 就是这个女人 照人误陷了我儿子 我看 他是对我的儿子有想法 范雅如此时 锁在你身后 有一些不知所措 这会儿 跟大妈一个楼属的邻居也开口 那孩子 确实是很乖很孝实 我觉得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刷刷 要不就算了吗 反正也没发生什么 你呵呵一笑 看着那个说话的女邻居 你那么菩萨心肠 如是委屈未遂都说算了 下次奖励他 敲你家门 这时 大爸忍不住了 捕东西 放开我儿子 一巴人过来 念没躲 挨了一下 呵呵 火嘛 可以 大妈 杨气手长 删了回去 大妈 直接被站在地上 我 你还补了一脚 再一次看一下 刚刚说话的女邻居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他半句都说不出来 过了几分钟 警察到了 大妈一下扑上去 警察同志 这个人偶打我们母子 还诬陷我儿子 如是抢劫 你可要主持公道啊 那个女邻居的帮枪 警察同志 这个孩子 我们看着长大的 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情 而且 刚那个男的 动手打人 肯定不是个好人 范雅儿 被这么多人的视线 盯着不由缩罗嗦身体 尤其颤抖 你毫不在意 掏出手机 把刚才录下的视频 当着所有人的面 放了出来 里面完整记录了 门锁被撬 发出声响 以及对方 掉下工具 想逃跑的全过程 这下 撒破大妈呀可无烟 帮忙说话的邻居 也跟吃了苍蝇那难受 由于要过去做笔录 你叮嘱雅容 别怕 我很快就回来 你先在家睡觉 他摸了摸 你刚才被打的位置 小手有些冰凉 疼吗 你笑了 我没关系 倒是那个大妈 估计没半个月 都笑不了种 乖乖等我回来哦 少女乖巧点头 等做完笔录后 冷风来接你 给你丢过来一瓶饮料 忽然说了句 怎么 还在想那个女人的事情 你传播了 过了好久才探口气 那本不是我的月亮 只是一时的月光 照在我身上罢了 你就甘心 看开了呗 冷风下下期凑过来 我看 你就不如从容若雪算了 我妹标准白富美 飞水不流外人的天 你没好心 手手推开 我把她当妹妹 你又不是不知道 哎可别 她可没把你当哥 一直把你当老公来着 而且漂亮又懂事 去去 我该走了 回到家后 发现灯塔亮着 仰柔脸上 掩饰不住的困意 看到你后眼前一亮 你回来了 怎么还不睡 她走过来 你让我乖乖等你回来 少女有点迟疑 我做错了 你笑了 伸出手 在她脑袋上揉着揉 不 你没做错 不要总认为自己做错了 好了 快睡觉吧 第二天一大早 仰柔就起床 自个厨房 熟练的去翻泡面 却发现 你已经在用煎锅做东西了 感受了衣服 被拉扯 你没回头 等着 看我给鸡蛋翻个面 一个颠勺 进来发声 嘖嘖响 转过身 帅吗 雅柔却把身体 进去贴过来 甚至把连蛋 埋在你胸前 你是无语啊 我身上都是油烟的 快去洗漱 早饭很简单 煎蛋培根三明治 大概有七八份 雅柔塞帮子鼓鼓的 十分钟就吃了六份 得了 果然是个大胃王 是没问题 状况怎么解决 在学校吃吗 少女却摇头 中午不吃 为什么 食堂不要陷阱 所以中午肚子会饿 难受 你反应过来 是不是没收饭卡 少女点头 她并不知道 那些卡是怎么来的 只知道 大家都有 但没人愿意告诉她 久久之 就没有再去食堂 午饭就是靠喝水度过 得了 原来大胃王的缘由在这 你想了想 那今天 我跟你一起去学校吧 第二天 你换上一套正装和眼镜 到了校门口没走几步 少女回过头 就了一百身体不安 你给了一个鼓励眼神 她轻轻点头走去 等到背影消失 你也来到校门口 几个负责祭奸的学生 纷纷高喊道 老师好 你带你点头走进去 拦住个女学生 同学 你知道在哪办犯卡吗 我第一天入职 不得清楚 老 老师 在市场一路窗口 排队就好了 此时队伍不长 排在你面前的 是个女老师温雅贤 看到她胸盘 你咳嗽一声 早啊温老师 她有点尴尬 这个人不认识啊 呃 你笑笑 之前开会的时候见过 我先笑 抱歉小老师 随手老师有点多 奇怪 这么帅的男老师 我应该不可能没印象 你身体大话 温老师 你知不知道三年级 有个叫范雅柔的学生 范雅柔 A班的吧 我知道怎么了吗 他是我远方亲戚的孩子 就好奇 温老师认不认识而已 他恍然大悟 那个叫范雅柔的学生 有点孤僻 而且有些不好的传闻 说到孩子的父亲是杀人犯 母亲给人当小三 哎 笑老师你也知道 这个年纪的学生 都喜欢弄这些 有的没的传闻 教会也教不听 你不懂声色 也是越大越难管教 但你想到那个小姑娘 在学校里 还要遭到这种诋毁 有点揪心 这会儿正好排到你 跟抽好阿姨说了句 半张新卡 阿姨没多问 毕竟刚听那个女老师 和你萧老师来着 抽了两千的范卡 快步抄了 将去楼走去 另一边 范雅柔低着脑袋 走去三年一班 刚一进去 教室内就传了几台议论 臭女今天怎么看起来 干净不少 谁知道呢 可能终于舍得起一次早吧 哈哈 你也别说 说不定 因为这么下雨 连老天爷 都看不敢他脏兮兮的模样 雅柔 来到座位 桌子上 堆满了杂物和垃圾 椅子断了他的腿 被扔在他的角落 少女默默收拾了垃圾 不知道大家为什么 这样对待自己 她做错了 还是说 惹到了他们 突然 一个女生 临婉儿走了过来 脚出来下磕桌 表情急着嚣张 喂 臭女 你怎么把我的东西放地上 雅柔心声声声 什么东西 你管哪个 全部捡起来 对不起 换不捡起 放过客桌 临婉儿哈哈一笑 你还真把垃圾捡起来了 你个傻子 哦 对了 今天还有职日 臭女 你帮我做了嘛 记得弄干净点 搬上其他同学 顿时哄到大笑 很快 上课铃声响起 班主任走了进来 接着雅柔 桌上满是垃圾 语气不悦 范雅柔 都警告你多少次 不要把垃圾都堆在桌子上 都堆到等人了 还不会懂得收拾吗 班级内 顿时响起提小声 一耳朵迷茫的看着桌子 过了几秒 小声道 对 对不起 上午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 学换运动服 他却被女生们拦在更衣室外 臭女你叫不要进来了 我们不想过你身上的臭味 都跟你说几遍了 不准进 小时候刚想说什么 门却啪一声关上 只能站在门口 默默换上衣服 等到体育课结束 其他学生纷纷跑去食堂 只要他一人 孤零零的到学校天台坐下 默默拨出膝盖 因为午休 有学生在教室里休息 他喵小范雅柔 不能待在教室里 因为影响他们 毕竟这些 更让他难受的是 肚子里穿上的饥饿感 网上这个时候 少女都会去饮水机 喝个饱 来应付饥饿 但今天就没有这么去做 好饿 好累 不知不觉间 只感觉眼前景象 有些模糊 把脸蛋白的膝盖 声音粗粗 我该怎么做呢 忽然脚不中传来 抬起头 一张饭卡跌了过来 还有一双熟悉的眼睛 柔柔柔发红的眼眶 不敢置信 为什么 你对阿森对视 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不 你什么都没做错 真的 真的 你相信我吗 少女认真点着头 我相信你 每当你怀疑自己的时候 就记住我说的话 你没有任何错 相信你的直觉 你伸出手 瞎瞎瞎柔软的消脸 这剩下的 我来帮你解决 下午四点 放下十分 林婉儿把扫帽 对给范雅柔 威胁到 把教室都打扫干净 要是不合格 你明天就死定了 说完 拉着其他女生 跑去唱K 他们走后 闹眼中 突然闪过去说的话 相信你的直觉 默默放下扫帚 上去眼神 中间坚定 他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不 我不该做 此时 搬上一个男生 情愿号走了过来 我来帮你吧 早点弄完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就是看不惯 他们欺负人而已 真是过分 把这些工作 全部丢给你 范雅柔却也要逃 怎么傻站着 此时 一阵风吹来 少女留下扫开 露出了 硬仓下的精致脸蛋 幸运后 甚至失神了一下 这不是我的工作 所以 我不需要做这些 说完 转身就走 最后丢掉一句 谢谢 情愿傻的原地 他怎么这么漂亮 另一头 你正在叫卸柔门口 等了一会儿 终于叫他下来 走吧 说向门口 路旁停着凉 从好几个冷风 那借过来的黑色摩托车 就像一个头盔递过去 他借过摸摸袋上 眼前一黑 笨蛋 带反了 笑了一下小脑袋 把他重新带好后 坐在后座 抱紧我 刚说完 上去整个人 就贴在你后背 温度和柔软都传递过来 太紧了 哦 虽然你这么说 但女孩还是没有松手 机车发动 路旁景色飞速倒退 女孩将头靠在你背上 长发飘扬 安静地闭上了眼睛 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心安 接着 你带他来到一家理发店 走出来一名 花之招展的男人 向你打着恶火 哟 这不是消烦吗 好久不见 你退开 一脸无奈介绍 这是李宇 男人笑笑 孩子 我叫李宇 雅如说点头 李宇好 他哥哥一笑 快孩子 让他坐下后 看了眼狗啃色的头发 直摇头 多漂亮的一孩子 可惜别乱发给毁了 你说到 他的头发应该有好几年 没剪过了 交给你了羽毛 几分钟后 洗头发时李宇皱眉 发的真好啊 不过 你的头发怎么还有疙瘩呢 雅如声音很淡 那是被人用大火器烧的 李宇扭头看向你 你给了个眼神示意 没事 等会儿姨姨 给你弄个漂亮的发型 大概半小时后 焕然一新的 范亚柔走在镜子前 眉毛惊人 往中仙女从化妆走出 李宇一脸一母笑 孩子 你跟这小子是什么关系 雅如歪了歪脑袋 夫妻 不 你差点喷出来 赶紧解释 不是夫妻 雅如眼神无辜 可是 我们在一起睡觉 他转过头 眼神无辜看向你 你说夫妻是一起睡觉的 你捂住脸 完了 这是怎么也解释不清了 从雷发店出来后 你带着雅柔 就在商场逛了会儿 又买了点热用品回去 少女本就出生了外貌 再加上修剪过的头发 瞬间引起了路人惊叹 他本人却毫无自觉 只是默默拉着你手往前走 你微微一笑 大家都在看着你 为什么 因为你很漂亮 鼓励道 来 抬起头 自信一点 手掌上来的温度 让他心中一暖 抬起头目光却始终盯着你 你怎么一直在盯着我 我们怎么样 才能成为夫妻 等你能够真正独立 能够应对困难 并达出勇气的时候 这样我们就是夫妻了 嗯 夫妻就会一直生活在一起吗 对 还有话你并没有说出口 真等到了那个时候 范雅柔 后续就知道 所谓夫妻的真正含义了吧 这样你也能放心了 过来上上回家 你在门口 装上监控 要了防止不轨之徒 随后 崔雅柔去洗澡 今天上了体育课 有出汗吧 少女就拉住你的衣板 一起 一起洗澡 是夫妻才能做的事情 她听完后 放下手 无比失落 尾巴都荡了 插着了对方的失落 你想了想 嗯 行 走吧 所以我们是夫妻了 不 这是作为你今天表现的奖励 几分之后 浴室内 瑶柔坐在小板凳上 你帮她搓头发 抬手 哦 哦 随后瑶柔转身 这是前面 这里还没有泡沫 你是真的罪恶感十足啊 接下来的剧情 知道大家不太看 所以就很贴心的帮忙跳过了 吹过头发后 你召唤她过来 你很清楚 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做了 两日的经验相差八岁 不仅仅是年龄差距 更是割了一个青春 很多事情翻眼而不懂 你却懂 你不希望因为自己的意气私欲 而毁了少女的未来 来 我们来看一些男女知识的科普片 男女是有别的 不能随随便便 一起洗澡和一起睡觉 然而乖巧站在你身边 看完视频后你询问 怎么样 看懂了吗 他轻轻点头 知道男女有别了 嗯 明白就好 那时候眼眸盯着你很是认真 我以后只给你看 只跟你洗澡睡觉 啊 不是 你真的看懂了 你到底看到了什么 视频里说的这些事情 只能最亲近的夫妻才能做 我们以后是夫妻 我只跟你做 啊 这完全找不到反复的理由啊 算了 先学会其他的吧 等夜深了 要扰把着枕头坐在地铺 衣服要一起睡的样子 你由着她 灌好灯火一起躺下 昏暗的屋子内 射一身的花香味传了过来 靠在你身边睡着 发出均匀的呼吸声 你看着天花板 往事一摸摸停在大脑中 突然间感觉烟饮犯了 紧急跳起身 打算去阳台抽口烟 但下一秒发现 衣服似乎被拉着 满耳一笑 睡觉都喜欢拉我衣服 正打算慢慢摆开手指 可接受了一瞬间 手指力气加大 还传了少女男男的声音 不要离开 我 我会乖乖的 你愣了一下 在这女孩身上 到底发生过什么 父亲是杀人犯 母亲是小三 这个传闻的真相是什么呢 叹了口气 哎 或许从今天开始 是该戒烟了 第二天醒来时 这感觉手臂发麻 转过头 熟睡着少女枕在上面 睫毛细长 你蒙不起身 看了眼雅柔开了线的校服 从一方抽屉里 拿出针线 开始缝补 很快校服换了一心 此时 身后她的细微声响 回过头去 是雅柔柔热心痛睡眼 起床了 将校服递了过去穿上 少女换好衣服 鸭子坐在床上 睁着无故的大眼看着你 怎么了 少女伸出双手 想要抱抱 你无奈 之后邓晓身 把她搂入怀里 好温暖 她用脸蛋蹭了蹭你肩膀 然后 你怎么又睡着了 镜头一切 辞职三年A班的 清月号早早来到教室 看着范雅柔的座位 魂不守舍 臭女 不 范雅柔 居然这么漂亮 我是不是第一个发现的 那叫一个激动啊 只要我对她好一点 她不就对我同胃送抱了 我可真是个天才 就在她幻想的时候 突然 一大漂亮的人影 走进教室 其他东西都看愣住 模样判断两人 班上的学生们 顿时爆发出一整惊呼 都不敢相信 没有在同学们的反应 她的口袋里 拿出一个小本子 上面记得 你给她的叮嘱 一 抬起你的头 与人交往时 注视对方的眼睛 然后一直到了九 大部分都是一些 叫她自信的正向内容 被注视 表现好得有奖励 洗澡或者赔睡服务 二选一 两人默默记下 最后拿出一张白菜饭卡 你往里面充了钱 从今天开始 她也可以去食堂吃饭 再也不用每天中饿个肚子了 接下来此时 教室里突然想起怒骂 你昨天没打扫吗 丁瓦儿的怒气 双双走进来 一脚踢在客户桌上 刚才开口 却突然愣住 你是谁 范雅柔 范雅柔是谁 心甩来的同学 她是感觉名字熟悉 随即反应过来 这不就是被霸凌的臭女吗 怎么变化这么大 哼 不会是去整容了吧 昨天不是让你打扫卫生吗 范雅柔 想起指教上的字 面子平静 我为什么要做 丁瓦儿当时愣住 这家伙 竟然敢还嘴了 气氛突然有点尴尬 不知为何 以往那些帮小的学生 也都没有开口 只是看着这一幕 丁瓦儿气急败坏 特地 伸手想推 可少女记得 你在小本子上 写着不要让人触破身体 侧身一夺 丁瓦儿顿时不空 失去重心 摔了个狗啃你 啊 她是真的好气 特地疯狂 这个臭女 怎么突然间 就学会反客了 害得她 在班上 丢人歇严 但仔细一看 范雅柔没有表情的 那清冷眼神 让她有种 说不出的难受 甚至 有些害怕 你 你干嘛 而此时 上课铃声突然响起 他会流流滚会座位 男生 咱着去关心范雅柔 没事吧 杠铃玩 没弄疼你吧 平时一个个 对他无感的男生们 这会儿 都化作了 乱七大哥哥 雅柔感觉 有种说不出的别扭 明明都是关心 为什么只有 消烦的关心 会让她感觉舒服呢 不时 班主任走了进来 一拍桌子 昨天是谁做的职 为什么卫生分数 全都被扣完了 脚身的一瓶安静 临玩儿突然开口 都怪范雅柔 班主任微微一愣 有点认不出来 但还是周里面训斥 范雅柔 你为什么不打扫卫生 到底要我说多少次 你才能让我生点心 临玩儿的内心 不可窃喜 嘎嘎嘎 让你敢跟我作对 这下被老师骂了吧 班主任继续训斥 为什么不打扫卫生 临玩儿想起你说的话 不再提出道歉 而是鼓起勇气 因为昨天的直声 不是我 不是直声 不是你的借口就算 下一秒 他的声音 佳人而止 昨天不是你直日 班主任是真的 尴尬住了呀 那对说句的话 根本用不上 只能憋回去脸色铁心 所以 昨天到底是谁直日 要同学开口 是临玩儿 这下他是真的怕了呀 这只屋 我 我都怪范雅柔 我昨天都让他打扫了 班主任一拍桌子 站起来 你有什么资格 让同学帮你做直日 你谁啊 面子那么大 临玩儿好气 扭头看下范雅柔 后者却在看手里的小册子 根本没理他 班主任发现 他在开小差 更加生气了 你在看哪里 从今天开始 接下来一个月的直日 全都由你来做 不要讲得透然 一天不合格 就加一个星期 他是真的要透了呀 被发一个月的直日 啊 范雅柔 你该死了 此时 你加了一本教案 从一般门口经过 看了眼角落里的少女 忍不住淡淡一笑 明明只是一天之隔 少女的模样 便截然不同 自信的种子 一旦开始种下 那曾经的许多困难 便不再是困难 中午 因为一往饭卡里 撑了钱 范雅柔终于在学校里 吃上热腾腾的饭菜 很快到了下午四点 放学时间 你正在校门口 在他下课 他走过来 身旁还围着一些男生 在各种搭讪 范雅柔小脸 没有表情 这时忽然注意到了 门口的你 眉目一亮 小朋友过来 泡到怀里 身后无数男生心碎一地 这 这小子到底是谁 竟然抛到了心人笑话吗 你无奈来拍拍脑袋 太近了 总是这样 把握不住距离 少女蹭了蹭胸口 声音轻柔 想见你 你把头盔递了过去 走吧 我们去买菜 少女乖巧 站着摩托后座 脑袋站在你肩膀上 长发飘扬 很快来到一家 神仙超市 你给他讲解 电梯该怎么做 食品需要查看 包装上的 生产日期和价格等等 少女认真听着 忽然注意到旁边 走过来的情侣 两人玩着手臂 很是亲密 雅柔眨眨眼 有模一样 挽住你的胳膊 整个人贴了过来 手臂被柔软包裹 你扔了一下 怎么了 他们是这样 折执那对情侣 你无奈了 这丫头对你是 真的不受方啊 那是情侣或者夫妻 才能做的事情 少女认真道 我们以后是夫妻 因为你说 夫妻可以 一直在一起生活 好吧 放弃怎么去跟她解释了 等到收账时 收音员妹子笑咪咪道 你好 一共79元 你看一下雅柔 给钱吧 收音员表情 瞬间不对劲起来 你一个大人 怎么让学生给钱 吃晚饭的 雅柔生疏的 按了按手机 好不容易她将 付款二维码弄了出来 你摸了摸脑袋 学会了吗 以后都有你付钱吧 毕竟啊 现金都存了起来 这丫头也得学会 移动支付才行 一碰到收音员 人是彻底看傻了 我操 吃晚饭的 提着买好的东西 走了点一口 又碰到之前的情侣 刚好 他们互相啄了一口 相视一笑 雅柔看到后 边方脑袋转向你这边 水汪汪的眼睛 不停眨着 一脸期待 你转移话题 今晚想不想喝汤 汤 想了一会儿 我 我没喝过 吃过晚饭后 已经是晚上七点了 这次她没缠着你一起洗澡 因为你跟她说过 洗澡和一起睡觉 只能二水一 少女考虑了一会儿 最终认为 一起睡觉会更好 因为洗澡只能洗一会儿 但睡觉可以待一起更长时间 你坐在沙发上玩手机 好像对冷风 这时发消息过来 有空没 出来喝茶呀 心中估计 这小子应该有事找 看了眼浴室方向开口道 雅柔 我出门跟朋友聚聚 洗完澡 你就快带在家啊 下一秒 浴室门打开 微气弥漫 笨蛋 不许叫出来 赶紧将衣服的梅山 她少女推了回去 过了一分钟 穿着衣服 但全身湿漉漉的她 再次出现 拿出了一条浴巾 赶紧擦拭 头发上的水珠 雅柔被你 像宠物般照顾着 小声道 我不想跟你分开 你想想想 反正冷风也见过 于是改口 那行 我带你一起去 好 喂喂 别突然间要抱过来 雨晶都掉了 按照我约定的地方 骑着机车赶去 来到门前 按下门铃 不一会儿 房门开了 可走出来的却不是冷风 而是她的妹妹 冷落雪 穿着白色长裙 其实魅力神情高傲 你当时愣住 冷落雪 而这时候 冷风从你身后出现 一点尴尬 你一顿时明白过来 刚刚给你发消息的 不是冷风 而是冷落雪 只能打上超虎 好久不见 她一双眉毛看着你 似有万般情绪千万余 到最后 只是轻横一声 求说这个 不过会然注意到 你身旁的范雅柔 眉头一皱 她是谁 感受到冷落雪的敌意 少女往你身后嗖了嗖 冷风赶紧出来打圆场 好了好了 先进来吧 站外面聊天干嘛 到客厅坐下 冷风有些好奇 这是谁啊 你亲戚家的孩子 你疼呗 这回答 一旁的范雅柔 却轻声开口 我们是夫妻 此话一出 他们同时杀言 气氛突然沉默 任洛雪一改 刚才高的冷淡 冲上前来救助一灵 小凡 为什么你从来都不考虑我 你宁可对这样的孩子出手 也不对我动手吗 难道我不够漂亮吗 我比他们到底差在哪里 她情绪激动 也还累光 告诉我 我 我明明从小就喜欢你 明明是我先来的 任洛雪和你一起长大 从有季一开始 她就每时每刻喜欢着你 但她很克制 在遇到那个女人后 她便把自己的喜欢 全部埋在心里 甚至为了躲避自己的感情 而是现在出过深造 可如今被你分手了 任洛雪心里气愤 那个女人的同时 也有一丝庆幸 因为那代表她也有机会了 可今天晚上 你突然带了个女孩子出现 并且 人家还说是夫妻 这一幕让她崩溃了 你无奈 只能让冷风 带范尔柔先去房间里避避 然后便把事情的经过 从头到尾 全部复述了一遍 当任洛雪听到 范尔柔曾被 关阁楼里八年 实习自理能力后 灭入惊恶 都忘了责备 她真的这么可怜吗 你他那口气 当然是真的 难道还有假 我们也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关系 但那个话一开口 怎么感觉自己像渣男呢 任洛雪忽然凑近又到 那我也保养你好不好 我比那个女孩子更够钱 只要你愿意 我的一切都是你的 你摇摇头 别闹了 她跟你不一样 那你打算怎么做 一直就在那个女孩身边照顾她吗 我的确放不下那个孩子 她干脆搂住你脖子 我也需要你的照顾 看见不说话 总算意识到自己有点过活 松开手轻轻哼了一声 临走前 她递给你一串泡的钥匙 算作你下个星期的生日礼物 随后 你跟她跑似的 拉着饭然后就走了 镜头一切了她在家里 范尔柔拨着枕头 想给你一起睡 你想了想 反正这丫头断粘着你 还不如一起上床睡觉 然而走进她房间 闻到一股发霉味 可递上人家的衣服后 扭住脸 只能带着她回到客厅 熄灯后 刚一躺下 少女就抱了过来 经理贴在你身上 无比温暖 你凑个身 你她面对面 拉着一件被子 盖着她肩膀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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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闭上眼睛 呼吸逐渐平稳 范尔柔此时 却忽然在黑暗中 直到双眸 想起今天下午 对她情侣做的事情 那是什么感觉 他们好像很高兴的样子 看着你近在咫尺的脸庞 少女靠近了些许 不过那样做 真的会开心吗 一日 一开车送咬肉上学 叮嘱道 在学校遇到问题 就打电话给我 少女怪车点头 却依旧坐在副驾驶上 不肯驾车 怎么了 伸手捏住你的袖子 还没上课 想跟你多待一会儿 说完 整个人凑了过来 脑袋靠在你肩膀上 若有若无的 发天香气飘来 你有些无奈 怎么了 不想上学 嗯 少女点点头 没事 再过几年就毕业了 以后想回来都没机会 对了 不如考虑在学校里交个朋友 咬着弯着脑袋 朋友 嗯 朋友 人 必定是群居性动物 有时候遇到困难 还是需要朋友帮助的 她虽然听得不是很懂 但还是点点头 好 给打扫完毕 随后 干到有些无聊 干脆给好兄弟冷风发出消息 有没有一种轻松 赚钱多 时间自由的工作 有啊 吃软饭 除了这个呢 梦里啥都有 哥们劝你去睡睡吧 你无奈 只能上网搜了一下相关职业 还真给你找到那么一个 网络小说作者 时间自由 想更新就更新 想开白就开白 昨梦自己好歹也是中文系毕业 怎么说 有一点天赋 也不磨叽 打开一个小说网站 注册完周子的双号后 斯托奇该写什么书 突然脑海中浮现出某个少女的脸庞 那天雨夜 仿佛是你二人的羁绊开始 手不自觉在键盘上敲动 我独自拯救一切 另一边 雅柔来到班级上课 一个陌生女同学喊住了她 范雅柔 老师叫你去一趟生物室 少女生疑惑 但还是站起身 来到位于二楼的生物室 推开门走进去 地上碎裂了一堆瓶瓶瓶瓶 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突然 门被人推开 拎玩儿带着一个女生 和一个老师走进来 大声嚷嚷 老师 就是他 打翻了学到标本 他把柜子的门锁割了 你看人家在那里 老师老师 赶紧报警把他给抓了 父子看看生物室的老师 面露寒霜 大伙道 你在做什么 这几个标本很重的 你知道吗 韩家长 韩家长过来 拎玩儿现在乐祸 他没有家长 是个孤儿 孤儿 过了一会儿 教导主任和班主任都来了 将范亚柔和几个正人女生 都在他办公室 质问 范亚柔到底是怎么回事 少女白口默便 不是 不是我 老师面色一寒 哼 人证物证都在 他们都看到了 还敢说没有 既然成年了 就要为自己 说过的话负责 你怎么有脸 说大话的 这时候 班主任力夫过来了 脸色一黑 但并没有发火 毕竟之前被打过脸 还是叫家长解决吧 林婉儿 等女生听到这话 面露古怪之色 不心想 秋衣臭女那张破嘴 再叫上现场没有监控 还不是 任他怎么无便 嘎嘎嘎 让你惹了不该忍的人 受死吧 范亚柔 而此时 在家的你 接到电话 怎么了 现在不是上课时间吗 范亚柔小声道 闯祸了 但是我没做这个 他们不相信我 还要让你来学校 你声音轻柔 没受伤吧 少女有一七八八 我摔了一脚 电话临头的你 没得紧重 我马上就到 别怕 关完通话后 范亚柔再来看向 将自己围起来的人 不知为何 内心突然没有那么怕了 自己 好像不是一个人了 你飞快赶到学校 刚一进办公室 就看到 孤零零站在那的范亚柔 少女被所有人排气在外 你恰恶怒火 快不上前 将她拉到身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就是范亚柔的家长吗 班主任 赶紧将发生的情况 说了一遍 深吴老师 灵修员冷笑一声 哼 看你怎么教的孩子 撒谎成性 女妻病冷 撒谎 你要是个什么东西 生物老师暴跳如雷 另外等人 开始扇风颠火 一只指认 是范亚柔干的 表情是极度嚣张 他料点教室内 没有监控 还不是他们几个证人 说什么就是什么 嘎嘎嘎嘎嘎 就等着被退学吧 范亚柔 你呵呵一笑 这都算证据 那我往你抽屉 塞条女生内裤 然后找几个女学生 过来对口供 直接诬陷你偷的 那这个 是不是你嘴巴里的证据呢 你要正眼说瞎话 零四月好 接 你 你 怎么了 你什么你 哑巴了 说话呀 到零五二十几人面前 笑眯眯道 你们真的看到了吗 他这才意识到 眼前这个男人 似乎不好招惹 这个叫范亚柔的 原来家里还有人嘛 但还是冷笑一口咬死 对呀 我看到了又怎么样 我亲眼看到 他摔在地上的 对 就咬死这个说 死就行了 对方还能咋地 啪 腻半了 抽上去 不仅他梦了 一旁的老师学生都梦了 零五二好戒 你 你真敢打我 连我爸爸都没打过我 我要你死 说完 张鹅舞爪重来 你不善不得 又是一个耳光帅出 他惨叫起来 脸那种跟猪头似的 律师韩 我要发律师韩 我要报警 你呵呵一笑 好 我也希望韩顶查来 其他人都蒙住了 不是 大哥 你这么淡定的吗 明明是你家范亚柔 外面做菜仙啊 你呵呵一笑 虽然生物实验室 里面有监控 但教室外和走廊里都有 简单查一下监控 就知道 有哪些人进去过了 这些仪器 测一下指纹 不就知道了 一目光 看下那群女生 突然冷笑起来 指纹 是不会说谎的 到时候 你们这群东西 就先去登个牢 别想着毕业了 一天要坐牢 几个女生吓得 色彩发抖 都等着筛坑了 马上有人指认到 都 都是零玩 让我们说的 我们岂是没做这个 对对对 都是零玩干的 他要再一张 西海范亚柔 这一下 再上几个老师 也都反映过来 怎么回事了 看下这群女生的目光 变得务必愤怒 一直跟在你身边的雅柔 看到你这种场面 惊呆了都 原来 这就是家里 有大人的威力嘛 今天是 很快惊动了校长 他向你和范雅柔盗窃 并承诺 一定会严肃处理 林婉儿 而当天下午 校长调查了 这一两年来 发生的事情后 直接开除了 霸凌同学的林婉儿 并写露档案 想帮忙做伪证的同学 全都记得过处分 并且停学一年 因此一战 范雅柔在学校里 算是彻底成名 连林婉儿这种校伴 都因为招惹他而被开除 少女在学校的地位 直接飙射啊 另一边 吃过晚饭后 你带着他 外出买生活用品 此时夜幕降临 白家灯火亮了起来 少女走在你身边 抱住你的胳膊 体温 伴随着身上 气人心扉的香气传来 因为他被你矮了一个头 这微微侧目 就能看到脖子下的 大片血白 你伸手 将他胸口的扣子 扣上一颗 触感温暖 牵着杂念 在此时 少女突然开口 小凡 怎么了 我听班上同学说 他们很喜欢女生这个地方 将一只手放在胸口 抬起无辜消灵问道 那你也喜欢吗 疯狂咳嗽起来 这是能问的问题吗 太劲爆了一点吧 赶紧解释 男生当然喜欢 但你千万不能给别人碰 知道了吗 这种事 只能留给喜欢的人 嗯 少女认真点头 我会留给你 你头雾水 怎么变成我了 此时 她突然转身 晚风吹不着她的长发 在叶子下一声灰 美不胜收 她脸上展露出 牵着未见的温柔笑颜 因为我喜欢你 你脚不停下 你知道什么叫做喜欢吗 她先点点头 又摇摇头 喜欢是一种复杂的情感 你对我的喜欢 其实跟你喜欢吃的那些食物 是没区别的 伸手捏了恋爱她的脸 当你理解了何会真正的喜欢 你也就长大了 理解了吗 理解了 那你要摸摸这里吗 你真的有把我刚说的话 听进去吧 哎 看来以后 要交换她的事 可太多了 好啦 呆呆哑柔到这 第一季的剧情就结束啦 这本作品之前开看后 成绩不太理想 但又说过要出续集 后来折中了一下 打算是做个合计版 一口气放送 现在也已经交付完毕 兑现诺言啦 后续呢 男主和雅柔 还会有甜甜蜜蜜的互动 对原作还感兴趣的 可以在番茄小说手续端 搜索呆呆雅柔自行查阅哦 从第37章接着看 就能无缝衔接啦 原作还有将近300章呢 那么我是猪猪 我们下个系列再见 拜拜